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跟各位聊个话题 就叫做网剧 什么叫网剧 网剧就是网路上的朋友们 邀约起来聚会 聚会通常就是吃饭喝酒 唱歌K歌那都是老套 这个没什么意思 但是我以前在雅虎的部落格里面 因为很多人喜欢看我写的文章 所以也认识很多人 因此如果我要招网剧的话 可以招个几十上百人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我不太愿意做这个东西 因为你做这个东西是劳心劳力 你要在事前就要开始发英雄帖 然后还要再来准备什么东西 那实际上 参加网剧都是要缴一点费用 比如说 有人提供场地 我今天讲的网剧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 在网路上的那些朋友们 同龄那时候我已经50岁了吧 大概也50岁了 所以那个 同龄的人都是50几60几 都是中年男女了 那这个互相 他们的网剧 我参加过两次 还是三次我记不太清楚 通常我很少参加网剧 因为你要参加一个活动 团体活动是很累的事情 我讲两次网剧经验好了 有一次是在 阳明山阳明山顶 这个 踏青 早上4点钟 天还没亮 我们就开始出发 那你想想看 你要先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啊 水啊什么 很多东西啊 就等于是登山嘛 那所以晚上也没怎么睡好 然后早上就开了车去 然后在路边碰到这个 用手机跟大家联络 然后聚集起来 然后到某一个地方去吃个早点 喝个豆浆 吃个油条烧饼 然后就开始去 天都还没亮哦 因为那个老年人啊 他容易早起 但是你如果太兴奋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睡着 所以你缺乏睡眠 所以眼心中的 然后上了山顶之后 天都没亮 然后大家聚合起来之后 然后开始 就开始走 这个迎着露水啊 这样开始走 走到天亮 然后走到天亮之后 因为这个角层都蛮长的 大概走三个多小时 四个小时吧 然后最后就 然后就走完之后 一面聊一面走嘛 走到那个晴天缸 那下来之后 然后就一起 大家驱车 很多很多车 一辆车坐四五个人 然后就开到阳明山下面去吃饭 当然吃饭 当然聊天喝酒了 那个开车的人不喝酒 那不开车的人就喝酒 然后再洗温泉 然后洗完温泉之后 到中午以后 大家就鸟兽散 但我觉得非常之虚空 因为喝酒吃饭 大家这个油光滑面的 满脸这个红光的 这个言不及益 这个就是寒情无片言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网剧后来我就不再参加了 因为第一个 你中午解散以后你要干嘛 我去补棉呢 那何苦呢 你一个人登山的话 你这个时间还正是龙金虎猛的时间 又流了汗 又运动了 然后又充实了 又吸收了芬多金 那也是吸收芬多金 但是我觉得有点太累了 所以我没 以后他们再找我 我就没再参加 那后来有一次网剧是在一个山里面 有一个人他在山里面有一个 有一块地 盖了一个农舍 那他那个地的前面有一个广场 他用水泥弄的 然后可以租给人家露营 结果他就由他来 他来主办 那就有人邀我 那我就去了 因为很多人是冲着我来的 那每次要网剧的时候都会先讲说 现在谁谁在报名 然后啪啪啪 人都在 名字都在上面之后 都是用网路的昵称 人家一看 哎呀我在上面 所以就很多人就冲着我来 男女老少都有了 当然没有所谓少了 因为大家都是五十几岁的人 那个中老年人 那中老年人 那时候我在里面 算是最有活力的吧 而且大家比较喜欢看我写的东西 所以就去了 那就去了之后 那个地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可是我们到了山上去之后 那时候是到几月我忘了 山里面到晚上入夜以后 突然会很冷 会很冷 但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 因为他在山上 他有很多 他有电锯 然后就找那些男生嘛 就说哪几个男生 要来这边来帮忙那个 锯木头 要生这个营火嘛 然后结果就两个 一个老头比我还老 他老了六七岁吧 那 他 他很瘦 所以他在那拿那个电锯 我都觉得有点 有点不忍 但他很 他很 很流汗的汗珠子 大量的流 看起来好像会中暑的样子 那个人非常会流汗 我记得 那我说你休息一下 我来好了 我就这样来 那你要 你要锯那么粗的木头 你当然要流汗嘛 所以全身的大汗 黏腻的要死 结果厨房里面 厨房跟浴室是在一起的 所以你不可能裸体在那边洗澡 然后旁边的人在炒菜嘛 结果炒菜的时候我没办法洗 等到炒完菜之后 开始吃饭之后 你再去洗的时候 因为那边没有热水器 你必须洗冷水 那是很冷 所以也没洗 然后我们就吃完饭之后 就引火会嘛 大家就聊天嘛 各种聊 各方面的人都自我介绍 就很像学生时代 或者参加童子军活动 或者参加救国团活动 很类似啊 中间生的引火 那就是 火烤胸前暖啊 风吹背后寒 就是这样 在山里面嘛 但那个感觉上很好 因为没有开灯 也没有用什么 也没有手机什么都没打开 那大家唯一坐在那边 但也没有做团体活动 因为大部分的那些老年人没有活力 但他们聊天 那因为聊天的时候 平常也很少有那个 口条好的人很少了 那换到我我就喜欢讲 然后再来就是早上 一个晚上没有洗澡 又黏腻 那很累嘛 最后他们还在聊的时候 那我就已经在 我们是睡露天的 就吹那个 用那个吹气的那个气垫 睡在气垫上面 也是那个 也是那个人提供的了 甚至于还有人把大电视都端上去 都抬来在那边看电视了 最后最后怎么样我不知道 最后到午夜以后我就 大概两点我就睡觉了 一直睡到天亮 其实也没多少小时了 因为山中天亮很早 大概四五点就天亮了 两点多睡觉 睡到四五点也不过睡两个小时而已 太阳就出来晒到了 那你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因为整个晚上没洗澡 那白天要洗也不方便 因为进出厨房跟厕所的人很多 那浴室就是这样子的 也不方便洗澡 随便擦一擦 擦了一擦 灌洗一下 然后大家聊聊天 可以算是棚头垢面状态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结果来了一个人 非常有意思 因为那个 凡是网剧 大家在交一定的伙食费 因为有那个人准备菜准备肉 烤肉啊什么一大堆的 他说每半个小时一定要上一道菜 真的是这样子 那那个菜吃到你都吃不下 最后说好不要再做了不要再做了 非常热情的一个人 他那个农地是他的 山地他买了一块地 结果第二天早上来了一个人 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在讲那个 二手旧乐器的时候 那个钢琴大亨 他来了 他开了一部车子 好像是那个 废铁厂捡的一辆车子 那个车子里面堆了很多杂物 就像是一个石荒老人一样 他本人就像是一个石荒老人的样子 他来了 他一来就跟我打招呼 他叫我的昵称 我吓一大跳 我说大哥你是哪一位 他说你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你 我说你怎么会认识我 我常常看你 每天看你的文章 我说是这样子 然后他说 他说我就冲你来的 还有冲那些人 来了以后他就聊天 但所有的女生都对着他 都有点眼鼻 眼着鼻子这样子 有点意思就是 下意识就是回避他 觉得他很脏 但他并不脏也不臭 他说你不要看我这样拉他 我当年在学钢琴的时候 我请的是家庭教师 我的美丽的钢琴老师 年轻美丽的钢琴女老师 爱上我 我说那你真的是一定有某种天才 天才个屁 他爱上我的钱 五十几岁老头 我曾经讲过二手乐器的时候 他因为搞这个就是 如果讲难停点就捡破烂了 就是回收发财了 因此他那个接触他的女人 他认为全都是冲了他前来的 包括他现在还有一个女友 是护理长 在网络上面也是 文章也是焦滴滴的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讲的都是 这个非常的富力堂皇的一些话 他说他现在跟这个人交往 这个人跟他借钱 不是借钱要钱 他说他不给 不给就决裂 那我说那你既然你们会交往是什么 之前给了嘛 直接这样讲 他说什么什么叫屁的爱情 我就觉得说 这个网络上面是一个 非常虚幻的一个世界 比爱情小说还要虚幻 为什么 你可以想想看 你不管你是在上面 多么高大上的人 结果居然做了非常龌龊的事情 你可以想想看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护理长 他常常会在那边讲的中英文并茂的 好像讲的是什么样 今天是开什么会 明天是怎么样做什么 他又做了什么讲师 然后铺的照片是在什么simular上面在演讲等等 可是他怎么会看上一个这样子一个邋遢肮脏的一个人呢 他的车子上面都是放的全都是一些他收集的一些玩意儿 就像一个货车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人 当然他可能还有其他车子了 他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约会 所谓约会 当然是少不了三部曲了 叉叉叉叉叉叉 那我们不讲 成人故事就不讲 但是我是觉得很奇妙就是网路上的人啊 非常之虚幻 非常之虚幻 虚幻到什么啊 还是面对面 face to face 像我觉得在YouTube就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看到他本人的现在是什么样 你不会被文字所所渲染或者是说迷惑 你可以想象看 那个人 所有的人在部落格里面都是定格照片 Facebook也是定格照片 你没有看他本人 你不知道他的英容笑貌到底是怎么样 他到底有多深多浅 很难至于说他可能是抄袭别人的文章贴在这边 假冒自己是多才多艺 凡此种种都是虚幻的 这所谓的 这个行家一出手辨知有没有 你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 我之所以有兴趣讲这东西 就是讲到那个二手乐器的时候 我就想到那个人 那个人真的是我遇见的一个奇葩 就是他讲说 这个女人爱上他 那个女人爱上他 接着他都会讲一些 爱上我的钱 这就是网路 网路交友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有什么 网路上常常会有那些人做广告 什么中年以后找第二春 什么相亲 什么 那个都不要相信 你还是相信 面face to face 一对一的吧 one to one吧 你才能够真的 因为所谓的知人知面 不知心 何况你没见到面 以上跟各位分享一下网句 谢谢